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马英九今年拒绝出席国庆 他其实每年都出席 但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 Taiwan National Day 英文 从110年开始在下面加一条 这边没有 在头一年是说2020 Proud of Taiwan 台湾交 那在109年曾经有 叫做National Day 就是国庆日 没有哪一个国的国庆日 但是从前年110 114 120 都有一个Taiwan National Day 那就是台湾国庆日 其实今年这个标志一出来 本节目一拿到 我就说 这一定会引起争议的 马英九前两年他有生气 他有说你们应该改 应该改 那民进党哪会听他的 对不对 你越说要改的我就越不改 好 那马英九今天火大说 我不去参加了 那马英九因为他 以前他都参加 今年突然不参加 马英九这怒 就引起他的瞩目了 注意了 那记者也就问何友宜 马英九这样 你怎样 何友宜说 2024必须政党轮替 升起青天白日满地方的国旗 现在好像他们要自己办是吧 每个县市都会自己办 都扩大办 好 那么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另外就是说台湾国庆 是不是偷渡台独了 所以何友宜就三文耐勤德 你认同中华民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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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站在中华民国立场设想呢 总统府说奇怪的 到底在 在气什么 我们国旗很大面 国旗不是中华民国国旗吗 那很大面 所以你干嘛好接近 你以前都来 也没气成这样子 怎么突然气了 赖清德办公室就说 侯友宜你认同九二共识 才是消灭中华民国的元凶 因为侯友宜刚不是问吗 你认同中华民国 他说你认同九二共识 才把中华民国消灭 因为老共了 不承认中华民国啊 所以你就消灭中华民国啊 这我们赞是酸马英九说 你中国总统了解啊 中华民国国庆跟台湾秘密不可分 中华民国就要台湾庆祝啊 对不对 讲台湾什么不对呢 那媒体是说 台湾国庆日 蔡政府是自嗨 但是不伦不类了 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总统前线宣誓主权 却被前总统质疑中华民国的国庆大典 偷渡台独概念 脸书发文指以沉透心情 拒绝出席今年大典 从前年起蔡政府将国庆日的英文名称 改成台湾National Day 翻译成中文就是台湾国庆日 反问国民何时变台湾 更强调这就是台独路线 还呼吁支持者明年一起在总统府前 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不过回顾蔡政府的国庆logo 自民国105年起就有台湾字眼 110年开始都用台湾National Day 国庆日的活动本来就是 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2年国庆 我不理解 为什么今年她突然就不参加 麻办补充就是过去的呼吁 被置之不理才不愿再去 这下也等于历任元首部分全缺席 大陆续政党领袖 来应代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考虑中令柯文哲和宋楚瑜 确定出席 蔡政府的最后一场国庆 自己人肯定比去年多 怎么看 我觉得外界的对马英九的质疑 就是说这不是第一年 你为什么现在才不参加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就我一直记在心里 今年已经忍到 忍无可忍 而且最后一次忍 蔡英文 所以爆发 但是这个马英九跟总统府的斗法 要评论得好 要看每个人的功力 这不好评论的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跟总统府 刚好是在这个议题的 两个极端 不管是就憲法层次的遵守问题 或者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觉得马英九的愤怒 是有道理的 如果他这个不愤怒 那就不叫马英九了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我是嫌他 你不要这样畏畏说说 转转弯弯 鬼鬼祟祟 其实他是有他的做法 他中文就比较不敢偷工减料 因为中文是给老公看的 给自己的国人看的 所以中华民国国庆 他都没有省掉 他改就是改那个 我小时候那个双石是红的 而且正正派派 甚至那个双石可以做成灯笼 可以提你知道吗 这个还可以唱歌的 不好意思 我一直在唱歌不好意思 我又不是高嘉瑜 但是你看他最近颜色改了 改得灰灰灰灰灰 还有形状 你看今年的形状 你怎么看这个双石 这个其实是扭曲的双石 对不对 双石 他又不觉得 他扭了 滚转滚就对了 台湾说就是 也不是麻花 就是滚成 就是让你看到 不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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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班 这个样子 但是他用英文 讲台湾National Day 这是给洋人看的 他因为民进党最忌讳的 就是怕 Republic China 洋人看不懂 或者是洋人误会说 台湾怎么是 Republic China 他因为民进党政府 一贯走来 二三十年都很在意 台湾在洋人的心中 到底是谁 到底是怎么个定位 所以民进党也不是 一下子 就把他废掉 他总安抹角 我倒是觉得 倒回几年前 就叫National Day 其实是一个不错 你不要再往前推 就没问题了 为什么National Day 不错呢 因为National Day 你看美国 美国 Independence Day Independence Day President Day 对不对 就很简单 他没有讲United States America President Day 没有 所以国家的名字 不用样样都挂上去 人家自然懂得 你叫什么Day 但是以台湾 现在民进党 对台湾的看法 其实硬是把它 继续讲成国庆日 其实有一点勉强 但是你又不敢把它废掉 因为废掉在国内 就有一大票人 反对你的票大概就跑掉了 合理的讲法 这是武昌起义纪念词 这叫U-Chang Uprising Memorial Day 你知道吗 Uprising 这是Uprising 这是武昌Uprising Day 这个就合情合理 但是民进党又不太敢 把这个行之有年的双十节 我们国民好长一段年 我年轻的时代 都叫Double Tens Double Tens Festival Double Tens Festival 也不讲什么的双十节 双十节 但民进党又不敢大大方方的把它拿掉 所以转而抹角 搞成这个样子 马英九也忍受忍够了 终于爆发 我觉得这个节过了以后 就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马英九的分量 马英九的影响力也没那么大 民进党一天到晚偷鸡摸狗 大家也习惯了 说话 对不对 双十就双十 有谁记得李远宏 有谁记得武昌起义 没有人知道 这个你今年的小孩子 因为科斯人在学校都没有教 所以小孩子都不懂 我都是念这个历史长大 改历史是民进党政府的 武昌起义应该知道 这很重要 中华美国的起源 就是他每次要搞这些logo 然后是搞歪扭扭的 然后你可以说有创意 但是真的不如大大方方 就是双十就是双十 就是这样子 下面那四行是马英九 最左边那个有ROC 然后再过来那个 有一个中华民国箱在中间 101年有中华民国四名字 都有 它的元素在 103 102年都有 这个叫演化史 Evolutionary history 民进党最无聊的就是说 要偷渡 你知道吗 要不然老陈先生 我大大方我讲就是这样 他又不敢 但是又不敢 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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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偷一些 然后最好你们骂我 最好马英九生气 他就跟台独讲你看看 他们都生气了 要是我也达到了 如果马英九这些都不生气 搞不好民进党还失望 你怎么不讲话 那不讲话呢 对 马英九也必须要生气 自己是蔡英文最后一年 蔡英文最后一次 组织国庆纪念了 马英九再不生气 那就机会就没有了 来 郑大兄 这个中国大陆十一国庆 那现场也有一个英文 写Happy National Day 他为什么不写拆纳 所以显然真一点是在台湾 他就是硬要把台湾写上来 然后让国际宾客看到 事实上独派也很生气 他说台湾National Day 怎么会是10月10号 他们也很生气 我看许进雄他们都不高兴 说你要就修改宪法等等 所以民进党就是 这种让人家讨厌 就是你不敢真的搞台独 可是又要沾台独的边 让大家嗨一下 那马英九大概也受不了 就是觉得这种干嘛这样 就是两边都不是嘛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 马英九提也是蛮怪的 应该朱立伦跟侯友谊提才对 马英九搞不好你会生气 朱立伦说不提 我突然想到 他讲我突然想起来 马英九很久了 你们美女又不提 今年最后我来提吧 还是好 是这样子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就是 遵守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 既然有这部宪法在 目前我们的国民就是中华民国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态度上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觉得国庆日 是一个国家的庆典 应该是大家展现团结合作 一起向前行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我们科主席 应该还是会参加 因为他认为说 还是要去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 还是应该 他会去 对 他会去 没有错 他会去 他有讲这句国家的生日 他真的讲这句 你说谁 柯文哲 他说是国家的生日 讲这句 藍白鹅要重新考虑 你知道吗 那是张志豪的意见 我的意思是说 柯主席一定会去参加 我们的国庆典 你太大胆了 你太大胆了 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说 在国庆日的这一天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民 希望的是一个 能够真正为人民做事的政府 而不是一直均意在 这个意识形态的打转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 这几年来 民进党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除了偷偷的偷渡台独 这件议题之外 就像前面几位前辈所讲的 如果你真的想做 你就放胆去做 搞不好大家还会尊敬你 还觉得你有胆 你很棒 可是目前是利用这种小小的图腾 或是这种暗示性 这种意识的打转 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们期待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公平的社会 是一个法治能够伸张的社会 大家都过着这个幸福安乐社会 所以你把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力气 浪败这种小事情 我觉得大家是看得清楚的 是 好不好 我们先秀一下再回来 好 那昨天晚上传出来说 这个林北好友 你记得没有 有一天他哭 所以他不干了 因为他家人被威胁 真的 那结果搞了半天自倒自演 整个看我觉得蛮荒唐 何必呢 这个分了好几段 结果就是前面这一段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 他前面比如讲但 到现在我觉得还是真的 因为他很多资料 他自己说资料都是农委会来的 巴西出口的什么 那些出口的记录什么 看是真的 那他们告诉我说 他之前也骂国民党 他也骂过国民党 比如说国民党就骂成保鸡 保鸡不保鸭 他怕马英九是保鸡不保鸭 所以他以前都骂的 所以也很怪 他反正就一直搞农业 那最后 他说他因为被骂得太凶了 所以他要退场 但是不知道怎么退 因为大家对他期望太高了 他也骂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也不用工 很多人到那边去抄资料 然后来骂 也不至于去找资料 都找他 所以他觉得他后来压力太大了 然后各种威胁等等 他想退场 那怎么退呢 当然对他期望那么高 之后再退不是骂他闹肿吗 所以他就说 自倒自演一个亲 一个刚好是忘掉他是国民党党 请他做一些假的威胁 他大概大意是这样 他当然有疑问 就说我们作假 怎么一下就被你们抓到了 过去这么多年 那么多人骂我的 怎么你们都全然没有抓到过 他当然提出他这样的问题 可是不管怎样 你要退场你就退嘛 对不对 你就退嘛 至于说家人被威胁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家人都被威胁过 每天威胁来威胁去的 你把他当回事 他就很可怕 你不当回事他什么都不是 不管怎样 每个人抗压性不同了 不管怎样 你退一次你就退 你找个理由很容易退 干嘛要搞这么一大趟 这样一搞 你等于前面的事情 他就觉得说你前功尽弃 很多人跳起来支持 像管宗明 不是现在都自己觉得 都很尴尬 我看管宗明都把他支持那边 昨天晚上就自己都撤掉了 你知道 就说原来是大家义愤天鹰 觉得你这样的事情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而且民进党当时也不查 还什么三个月 弄了个半天 结果搞了半天自导自演 而且他有民进党党政 三年也去申请 他说会去退民进党的退党 当时因为黄国昌跟他在一起 节目黄国昌说也不知情 所以也只有道歉 真的不知道 谁知道他搞这东西 嫌犯就是 跟他一起搞的是国民党的党工 政策会 当然又有人好奇 就说台大法律系毕业 对不对 弄了这么多年以后 怎么拿个国民党三万多块 做个党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照一讲台大法律系毕业 你怎么找工作应该还可以 你真的有大志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看一下 农业粉专丁北好友最新声明 开头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接着解释 因为多年评论农业议题 遇到太多抹黑 将他击垮 才做出错误的事 林玉宏强调恐恶的内容 有些是真的 包括收到枪跟刀的照片 有些是请好友许哲兵帮忙 自己思虑不周 没有想到他在国民党党部上班 引发风暴且愚蠢的行为 不只毁了自己 也对他造成影响 监督让全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危机意识 我想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他后续面对压力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退场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治 也是非常恶劣的行径 自导自言的恐吓主贤许哲兵 曾任职云林现场张立善 脸书小编也担任过张家俊 发言人 而丁北好友粉丝业主持人林玉宏 也被起底 曾任职农产行销公司经理人 也是中华农企业发展协会秘书长 专长是有品肥料农产品等等 很多人在这当中 面临到相对的压力 那这些压力呢 就会导致有很多很多 这些不治的行为产生 支持林玉宏的道歉声明 画风一转也批评国民党 未能有效监督 都来他这边抄资料 加上民进党 側翼大量抹黑 面对比以往更多压力 让他选择错误的方式逃避 最后还秀出民进党党政 表明自己不配当党员 在当时他们就是都在 军林的抵充价给务务 2020年还在加入民进党 他们这个加林民进党 根本就是要補救 就是说万物兴做 做事情去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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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北好游他曾经是张立善的金牌小编 也负责朱立伦的陈勤信箱 到底情况怎么样 等我们会讨论 另外板主 因为他党工被羁押了 林北好游现在在国外 我想回来以后大概也会被羁押了 刑事局也出面说明 因为他有民进党党政 所以民进党觉得入党有特殊目的 为什么入党 民进党党员出事的蛮多 每一个入党都有特殊目的吗 不是也很奇怪 云林县政府发紧急声明 因为有人说这是张立善小编 云林县政府说 他已经离开县府团队 跟县长县府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執行长 我觉得曲折兵的确是政策会 政策会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但他不会是负责朱立伦的这个信箱 他就专门做一些羽情的收集 特别报纸的一些报章杂志 他会定期传给 各委员的一个信箱跟办公室 大概是做这样非常单纯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也的确 昨天你看所有的民进党的委员 大家都嗨到不行 你看翻车了翻车了 因为他们在这一波 蛋的事件当中 也是因为林北好游的一个检举 展开一系列大家比较 开始去调查巴西蛋 就是引发一些民进党 真的大家认为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你今天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刚好有一股的怨气怒气 刚好彻底的就通过这个机会里面 把他也是全部的来检视一遍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要分两个层面来去看 自倒自演 这绝对完全是不可取 我也不认为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才有得到一个安全下重的机会 他过去即使林北好游 他提出了非常多的数据 都从公开的资讯当中 然后他做了一些分析 当民进党有些人有质疑的时候 他也可以立出得出了一个反证 所以当他在黄国昌的 这个直播节目当中 他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落泪等等之类 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家人受到的这个威胁 他个人整个言行 我们可以 他可以很强壮 但是家人如何如何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整个的转折 一个这么强害 这个措辞这么尖锐的人 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落泪 然后决定停止他的粉砖 这个落差太大 当初就觉得有点怪怪 但不晓得原因到底在哪里 总而言之 我们要检视的 民进党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应该可以从此就认为 所有的淡的事情都是假的 可是这件事情 他们一定会操作成 你看当初陈吉仲下台 就是被这些人如何如何 他现在已经上演到 国民党应该为这件事情主席 应该下台 然后总统候选人应该道歉 等等之类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淡的危机是全民都有改 因为它是一个民生的问题 而且它从淡的危机 延伸到食安的危机 起码我周围有一些人 本来就会吃到一些坏的蛋 那你意要把这个本来就是蛋 一领的 然后花了这么多的钱 还要从操司等等之类 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 而且农委会 还有续产会为这件事情 焦头烂额的 从头到尾解释不清楚 那这些当然都是 从林北好友的那一点 开始事件弄出来 所以这个事件 我们要把它挪开处理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 他自导自己来寻求安全下庄 绝对不可取 但不会因为这样子 完全就否定 他过去所做的一些的指证 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让民进党觉得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合理化 这是完全两码事 这样 就因为他整个的情况 转的事有点奇怪 当时我有点奇怪说 这个东西值得在荧幕上 哭成这样 是啊 这个威胁性 都接到一大堆 而且他的 他以前所播出来的时候 很多的宣民给他的 比这个更严重 他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这样 这是我百思不解的 而且实际上 他说我的那天哭或者是 有些是真的 有一部分是 有一些是真的 他说那个刀跟枪的 都是真的 那人家寄刀寄枪 跟人家也够了 他整个很怪 你怎么 就你这个学心里面的 你怎么来分析 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个人觉得 你刚刚已经问过我了 我说我还是百思不解其解 所以我在第一个时间当中 我就觉得怪 因为你要了解一个人的 个性的脉络 你要从他过去的言行到现在 他过去每一件事情 他都可以到真正的 每一件事一刀见血告诉你这个 你不要再骗了 如何如何 这么措辞强硬 表示他的心理的韧性 应该非常的强 因为他要知道 他抵挡住非常多外在的一个 所谓给对他的攻击 他要马上立出反应 可是突然之间 他告诉我之间 他要close他的部分 只是因为家人 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要问我 因为我没有 心理学 你必须要跟他深谈很多次 从他的脉络里面出来 突然之间来告诉我 解析他的个性到底是如何 我刚刚已经特别讲了 不得其解 为什么 所以有人说这件事情本身 水很深 这件事情本身 绝不像表面看得这么简单 这件事情搞不好 就是 要不然就是一个圈套 要不然他中了人家的圈套 反正各种讲法就是很怪 来 佩君 我今天开始有另外一个担忧 因为今天我在某一个媒体上面 看到他标题已经下 林宇宏自导自演 农委会不提告 他自导自演是恐吓的这一部分 到底干农委会一个屁事 他也农委会不会提告 可是标题故意这样下 是不是就故意要把民众引导去 自导自演 如果你只看标题 是不是他之前踢爆蛋的事情 都是假的 自导自演是指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穿插其中 会让民众更没有办法 看清楚事情的真面 真貌 昨天这个新闻出来是深夜 办公室就问我说要怎么办 如果从小层面来讲 我个人因为跟他不熟 所以当时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其实连留言都没有去 因为我觉得 司法近代司法调查最后的结果 但如果从大的面相来看 其实也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问题 因为错就是错嘛 他这个造假恐吓的部分 有司法责任他就要去面对 但是无损于他前面踢爆 这些买烂蛋的坏蛋 那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这个林月宏先生用粉砖 发布了很多进口鸡蛋政策 其实过去这几年了 我也很常在他脸书看很多 第一线的农业知识 因为这不是我们去翻文献翻得到 他是第一线的从业人员 所以他很多的观点是 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上面评论 或者是在问证的时候 真的可以采用得到 但也没有跟进 基本上我觉得跟他的政治立场 还有他的政党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已经公开多次讲过 他都是投给蔡英文 所以我们要不要看他的论点 基本上这几年来 跟他的政党倾向 政治立场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贴出来资讯 大家可以去查 过去都是多有所本 讲后的逻辑也很有道理 所以你说国民党 在鸡蛋这件事情 用他的观点 然后声援他 脉络是这样子 当然他贴出的恐吓资讯不可取 我刚刚说 他要面对相关造假的法律责任是 他自己要去面对 可是这无损于他过去 评论的农业部的公开资讯 民进党可以高兴 你可以去庆幸说 藍营出现了猪队友 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回避 这个鸡蛋问题 终究还是民进党捅的烂包 那这里面 刚刚志恩讲了 这里面牵扯到国民党的党工 要从个人情谊替他作假 他们要一起去面对司法调查 跟相关的责任 那今天这个党工 显然不是主席 或是党部的意思 叫他去这样做 那你现在这个民进党跟侧义 开始疯狂的 要去把他连结说 是国民党自导自演 这个是无限上纲道 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林北好游 他也贴了民进党的党政 那我们有说 他是代表民进党 去批评成疾重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许姓党工 去照代表国民党 这个两个逻辑错位的太厉害了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 戒列欣喜可以 但是不要逻辑错乱 到已经神志不勤了 休息一下就回来